我們今天是凌晨 凌晨到了那個法國 然後在飛機上滑行的時候 那空姐就說你們現在可以打開你們的手機 可以使用電話 然後一開之後 立刻想關機 就一堆新聞進來 然後記者朋友就到處來找我們兩個人 我只能說真的感謝祝我們開放祝福 真的 Happy 小禎和李靖良結婚12年風波不斷 近日爆出終於簽字離婚 剛好飛去巴黎工作的小禎法文回應 表示不公開是擔心女兒被同學指指點點 也謝謝大家忍受歹氣脫捧 要好好享受單身 而閨蜜佩正和濟晴在新節目 媽媽好神之淑女家務師開播記者會上 也獻上祝福 感覺小禎很適合上這個節目 很適合 等一下她一下飛機我就跟她說 你一定要看淑女家務師 要看喔 做自己 我們身為朋友的我覺得基本上都是祝福吧 只要她覺得快樂大家都祝福 她快樂我們就快樂 Happy Wife Happy Life Happy小禎 Happy沛珍 她的開心也是我的快樂啊 當然是這樣 好朋友就是這樣啊 都很希望看到大家是幸福快樂的啊 過程我不是很了解 因為畢竟 對啊 這真的是家務室 這屬女的家務室 對 所以我們不方便過問太多 但是我們可以從她的狀態 你看她現在身材那麼漂亮 然後臉顧得好好的 各方面生活都多才多姿 我覺得光是這樣子 就很值得替她開心了 小禎的改變大家都看在眼裡 而說到新對象丁春婷 閨蜜佩珍更是讚不絕口 家庭聚會吃飯什麼都會看到這樣子 像我們女生如果需要什麼 她馬上就會跑腿 真的喔 對 所以如果下午主持肚子餓 她還願意 會她會馬上就幫妳送飲料 或者是送食物 妳一說妳想吃什麼 她就會送來 她是有在快送服務幫她 肩餐 我覺得她就是人很好 很願意跑腿 對朋友很願意照顧的這種人 所以覺得她跟小禎應該很配嗎 我覺得很配啊 我非常喜歡丁丁 因為她真的是一個很大方很負責任 然後家教非常好的一個大男孩 然後現在要繼承家業 每天都很認真的在工作 然後各方面涉獵都非常廣 我對她是讚譽有加 然後我也很喜歡她爸爸媽媽 她們都是非常好的人 老師妳要進門嗎 我如果 好像妳做了很多功課 如果我有機會的話 但因為我現在也過得還不錯 所以沒關係 我可以讓給小禎 哎呀 老公還特地來現文站台 其實是過得不錯 期待未來也能看到小禎如此幸福了 所以我們MERご視聴ikhailer 我們這個 trimmed的大陸 好久不見 description 中文字幕——YK